古话说,疾风之禁草,乱世纪英雄,我们现在常常说,机会总是唯有准备的人准备的。 蕭龙战机能在第一次实战中就大放异彩,根本原因,就在于其本身非常强大,而外界包括某方国内的很多人,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 在自己人和外人都有些低估了蕭龙的实际能力的情况下,楚禄锋芒,便震惊了全世界。 蕭龙机群出人意料的战斗力,首先来源于本身有较强的体型支持,在这个体型中,蕭龙机群只是一个作战的重要节点,但是体型本身的性能更为强大。 一个是成熟的现代信息战下的体型作战,而对手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空中单打独斗,自然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时空实力的位面上。 而蕭龙战机本身,更是某方航空科技实力的下下延伸。 蕭龙的总师,是世界上已经服役的三种五代机之一的总师,而这种五代重建,除了发动机还不太达标外,其他各方面堪称当今世界最强的五点五代战机。 要这样一个世界级航空大师,来设计一种轻型三代机,等于是大学生做初中作业,自然是现手拟来。 蕭龙战机的性能要设计到多么高,完全只需要看用户的钱包,而不是设计方和建造方有哪些技术家底。 因此,这种轻型战机,就是小国空军难得的性价比神器。 不过在今年之前,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用户还不够多。 说到底,蕭龙是某方航空工业,实力最近二十年突飞猛进的一种自然外衣。 稍微露了一小手,就已经足够一些国家喝一壶的了。 蕭龙从一开始,在技术上就非常的实施求是。 比如这次取胜的BLK2P4的次产雷达,在交互用户时,明确地说对电型三代机的发现,距离是105公里。 而用户拿到飞机后实际测量,才发现清晰有效地抓住电型三代和二代战机的实际距离是130公里以上。 而在天气特别良好的环境下,发现电型三代机的距离高达150公里。 足足比使用说明书的最高性能高出了50%,用户感动得不得了,说大哥卖东西太实在了,不但同走无期,还性能超值。 相反,蕭龙对手的各种三代战机,发现蕭龙BLK2的实际距离最多也就50公里,却往往吹嘘120公里以上。 这样一对比,造成实战中,对手还在焦急地看雷达屏幕,拼命找蕭龙美视的时候,蕭龙发射的中巨弹,已经招呼到对方头上了。 而到了正在推出的蕭龙BLK3,测试猛索的风冷PSA雷达时,对点性三代机所定距离大于2xx公里。 而对手以2.7亿美元离家订购的阵风最新版本的相控阵雷达,对空最大探测距离约160千米,RZS等于5。 因此蕭龙3,面对价格是它的9倍的阵风,最关键的雷达性能仍然领先。 从蕭龙2开始,就还有一个大的优点,即采用了新一代战机,才有了全机自动检测系统,开机就会自动检测所有系统,不剩三代半。 以前的飞机,还需要地前逐一检查设备,对于提升前线战机的出勤率有很大好处。 这本身也是五代机技术的延伸。 另外,蕭龙的整体矿加结构,据说,居然采用了价格低廉,但是强度却超高的合金钢材,但结构用余度,远远高于一般钛合金和铝合金国家的其他战机。 虽然有自重的轻微劣势,但是使用粘线却成实极倍的提高,而且改进率率很大。 机体结构超强,则使用中可更加破辣,浮移总时间更长,这本来是考虑到合作方国内航空工业实力薄弱,需要减少大修和维护的工作量。 但没想到对大多数经济不富裕和实力不强的国家来说,结构耐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 焦贵的战机,他们买不起,更用不起。 蕭龙还具备五代机相当多技术体系,比如隐身进气道,电子对抗设备。 新技术的应用,比潜在的对手影师,F16,米格29,幻影2000高多了,逆操作维护,出勤率高,兼容性高,RCS特征小,如果发动机再提升一个当次,将更加不得了。 据说,蕭龙BLK三胆价只需要4000万美元,这个性价比太高,对方买来阵风对抗都吃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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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